幻物通通下什麼都漲 房價也是一年比一年高 加上央行持續升息 讓房貸族快要喘不過氣 因此行政院通過房貸補貼方案 符合資格的民眾 每戶可領取三萬元 六月一號上午九點正式開放申請 你覺得三萬塊 雖然這個價錢還不錯 但是其實認真算起來 這就剛好就差不多一年的利息 因為內政部強調補貼方案 並非要鼓勵民眾買房 也不適用購買高房價者 更不會補助到出租房子的房東 因此有許多限制 借款人只能有一筆 自由性值住宅貸款 核彈金額規定 台北市八百五十萬以內 其他縣市則在七百萬以內 不論借款人單身或是有配偶 未成年子女合計只能只有一戶 家庭總所得也要在一百二十萬以內 預計全台將有五十五萬人受賄 因為雙北市居民平均所得比較高 想對房價也高 真正能達到門檻受賄的人有限 多數雙北房貸族還是面臨看得到 吃不到的窘境 買得起房子最重要是高房價 政府真的努力把高房價降下來 很容易的做法就是政府讓那些 投資炒族人不要去騰房 能夠落實的話 讓房價就都會釋放出來 補貼方案到底有沒有實質幫助 能否真的減輕貸款壓力 中央或許還要好好思考 法式新聞事件成績安排北財富報告